真的是最贵车祸 先来看到的是在台中 有一辆左转的休旅车 疑似是没有礼让执行车 在路口跟要价600万起跳的 马沙拉蒂撞个阵着 而另外来看到在高雄 有另外一辆马沙拉蒂 疑似是闯红灯 行进路口的时候 跟执行的奥迪车发生了碰撞 而奥迪车失控之后 又波及到了一旁的 本田汽车展现中心内的新车 凌晨两点多白色海神休旅车 疑似闯红灯 这是黑色奥迪准备过马路 一个闪避不及发生碰撞 黑色奥迪失控先冲撞水泥柱 力道过猛车子往后弹 又撞一旁本田汽车展示中心 撞碎玻璃还颇及一辆新车 应该闯红灯出来了 它车出来了还好 我看到它的车已经闪不出了 因为它忽然出来了 驾驶受伤包扎 不过最痛的不是伤口 而是市价300万的黑色奥迪车头 几乎成了废铁 对方试驾超过500万的海神休旅车 也多处毁损 镜头转到台中 路口监视机画面看到 休旅车从对象准备左转 这是一辆执行的马沙拉蒂 即使而来就在路口转个正着 休旅车90度侧翻横躺在路中 从另一个镜头再看一次 两车路口发生碰撞 女驾驶受困车内 马沙拉蒂车头毁损 安全气囊也爆开 马沙拉蒂就是反应太慢 他就直接没有刹车就直接撞 这期车祸意外是发生在 15号中午12点半左右 休旅车女驾驶沿着市政北七路 往河南路方向 在内侧车道准备左转时 和直行的马沙拉蒂发生碰撞 女驾驶轻伤 马沙拉蒂驾驶则无大碍 不过当年售价600万起跳的 马沙拉蒂维修费用恐怕不费 幸运的是两起车祸 居无造成人员重大伤亡 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一时晃神 游览车自撞波及到了七台车 精神的画面也曝光 新竹宝山乡环北路在今天早上 有游览车载送了三属女移工上班 驾驶一时晃神 整台车左右摇晃 最后自撞路边停放车辆 造成了七辆轿车被撞来 一辆游览车开在路上 突然向右偏 猛烈撞击停放路边的车辆 发出巨大声响 共七台车遭连环追撞 现场一片混乱 只是游览车为何会偏离车道 回到事发前30秒 这辆游览车先向左偏 横跃双黄线 吓坏对象机车骑士 紧急拉回后过了一个弯 他又再度左偏横跃双黄线 还逆向开了一段 这样来回蛇行 下一秒直接撞上路边停放的车辆 一台追撞一台 相当惊险 15号早上6点多 这名62岁驾驶 载着35名移工去上班 行经新竹宝山乡 环北路时却因恍神 自撞波及7辆车 还好车上乘客都没有受伤 由另一台游览车载送去公司 司机本人则是颈椎受伤 送一后没有大碍 自撞停放路边的自小客车 后续又波及路旁 一共7步的自小客车 车祸现场一度交通受阻 警方在现场实施交管输导 经处理后恢复通行 由于近期游览车事故频传 司机是否疲劳上路 还要再调查厘清 再看一次这蛇形画面 让人看了改善心惊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导 彰化市中山国小 对面的一间离法店 在中午发生了火警 火势相当猛烈 很快的就向左右延烧开来 总共有四户五间店面被烧毁 消负队员赶到现场 迅速的洒水抢救 幸好没有人受困伤亡 而根据店家的说法 怀疑可能是电线折祸 另外在秀水 有一间五金加工厂 也发生火警 猛烈火势 不论从离法店窜出 伴随大量浓烟 民众从至高点往外拍 黑烟只从天际多间店面 陷入一片火海 场面十分害人 起火店家近邻马路第一排 加上对面小学 碰上星期三只上半天课 引发疫症骚斗 是我们对火宝赶到 连忙布下水线 社区关救 火警发生在数号中午 彰化石中山路上 疑似是一间离法店先起火 火一烧还向左右扩散 包括娃娃机店 肉粽店和便当店 一共烧了四户 五间店面 被波解的肉粽店 在网路上相当有名气 还好火警没人受困伤亡 至于起火原因 离法店没营业 老板也不在店内 是不是电线走火还要紧销后续离清 另外售水一间五金加工厂 下午一点员工使用去自由清理机台 不慎引发火警 这是工厂正职 老董事长办当事 因为碰上头发火警 还和火势束缚灭 令人烧烫伤 没有大碍 接下来到我们张华 参谱 有名女子到台南市西港去的一间超商 打算要领林人包裹 店员要求出示证件 结果疑似是因为包裹取件栏位 她填的是绰号或者是匿名 不是她的本名 店员不让她领 女子当场发飙 直到人警到现场劝说 她的情绪才换合下来 超商柜台前 女子大声咆哮 这间店员态度淡定 而女子却越讲越气 一旁民众看不下去 也替店家解释说明 事发在14号下午 台南西港去一间超商内 当时一名女子前来领取 林园包裹 但包裹取件栏位填上的 疑似为昵称或绰号 眼看自己就算出示证件 也无法领取 女子当场暴气 万一领错了 谁要负这个责任 这也是正常的 超商本来就需要核对了 其他民众听闻 也替超商缓夹 毕竟民众要领取林园包裹 出示证件是正常流程 另外由于诈骗猖獗 包裹取件栏位 如果填上的是 昵称或绰号 店员无法确定 是否为本人情况下 恐怕会要求重计 经妥试与领取人沟通说明后 双方已环的情绪 领取人接受原警劝导后离开 经过警方沟通劝导 后续女子情绪 这才缓和下来 只是包裹领取纠纷平平 也请民众遵守店家规定 将心比心 记得台湾周报导